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有请冯教授 冯教授 川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达成了贸易战休战90天的协议 您认为中美谈判能够成功吗 您又如何看待川普总统与彭斯副总统的价值取向 第一个问题就是想因为彭斯跟川普还不一样 因为川普是把自己定位成经济民族主义者 而且他也是从做商人数来的 他的早晕点如果不是说主作一点不及喜意的话 但是他早晕点是在经济上美国重新伟大 就是要把美国的制造业把美国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 从这点上讲他这个贸易战 关税战是变成他的手段 同时在川普那里这个经济本身就是目的 只要我把经济上做好了 把股市做上去了 把这个中国论坛美国人的就业搞起来了 他就大事告成了 所以他的目标是相对简单的目标 就是相对而言他是集中在经济方面的目标 所以他跟习近平的这个交易 他是合以做的 就是你如果给我好数 我合以在别的地方放你一马 包括他前面讲的孟晚舟事件 他合以甚至于他合以干预事法 所以他是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的思路 就是他是 当然国内 当然是不敢不敢去公布 习近平很丢人的这种让步 习近平这边 他是做了很大让步 你讲那个一个来中投的这个三会 基本上习近平一个人的讲话 讲了四十五分钟 他在场的美国外交官后来也说 美国官员后来向外面透露 就是从来没见过一个国家的一号领导人 一条一条的具体认从 认那些经济条文 这件事情是一个秘书班子做的事 因为国家领导人只是最后你谈妥了 我来挥挥手 亲人治 习近平是从头到尾一个人 把一条一条的认下来 然后做这种对酸谱 表示输成 这点上他是用强 这个方法是可以打动酸谱 但是彭斯不一样 彭斯他是代表整个美国整个官僚体系 或者政府体系或者整个国务员 或者是我们讲他的公务员系统 或者整个政治精英们 对中国的一个汉法 就是中国社会 中国这个政权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 不只是在经济方面 而是全面的 比如他现在是真正争论的 是这个世界上核数序的问题 是一个与专制政权统治来激发经济发展 还是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者信政民主 这样的框架来去创造经济繁荣 他是两头道 就是如果像中国这个道路 也是石英平一直详调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走下去 他把这个世界按照中共的政权的这种路子 像石英平要给世界提供方案 这样的话他会支对整个资本主义秩序 对世界的自由秩序挑战 所以彭斯他们那个讲话 其实我当时讲他高度不够 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冷战就是开始了 他就讲将来有可能开始 就是没有去跟他 还是没有摆开那个战事 正是两军对脸的正是没有真正摆开来 还留有余地 留有后路 但是他的整个价值取向都很清楚 就是现在是两种制度之精的 两种文明之精的较量 所以这个中共必须改变 而且从整个知识精英或者社会精英的判断而言 如果中共没有改变它的这个正算性质 它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能够去遵守 由美国和自由世界定下来的规则 就是这个Fail Trade 就是这个 属于那种公平的贸易 公平交易 以这个公平交易 或者自由竞争 它是由 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方价来保证的 要不这个世界 资本主义就不是三百年的历史 而是几千年的历史 人类从古到京都做生意都挣钱 一旦说资本主义文明 它是由 法治民主人权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来保证 如果你没有背后的这些这个普世价值人权理念 法治信政民主的制度安排 它是保证不了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和公平贸易 所以它这个是两方面很大的不同 彭斯副总统说 如果中国不对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进行全面改变 中美之间将爆发冷战 您如何看待彭斯副总统所指的中美冷战 冷战我以前也讲过 因为这冷战跟世界大战一样 世界大战有两次 现在这个冷战也有两次 第一次冷战就是在1991年结束 就是以苏联的崩溃为标识 就从1946年修杰尔的这个田木引说开始 一直到1991年第一次冷战就是两军对垒的这个冷战结束 可是在那之后就转变成了第二次冷战 就是因为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的时候 还由这个后遗症留下来 因为还有15个共产国家 残余下来了 那么他们 邓小平哪怕说他王杨毁不直接的挑战美国和西方的这个自由世界 但是他这个挑战就从明的变成案改变整个世界秩序 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共产暴政 共产专制政权 这个大政方针它并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就是共产集团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这个对垒 或者党国社会主义 以资本主义之间的这个对垒并没有结束 而这个对垒本身就是冷战的内容 冷战就是他护将之间 并没有去拿刀拿枪来 来直接在战场上施杀 而是转移到其他阵线 就是你们叫政治斗争 意识神态斗争 和经济上的竞争 那么第二次冷战 现在的关键的战场 是转变成经济上的竞争 那第一次冷战当然也有 第一次冷战以后 你要知道这个共产党 他们争取的一个和平共赎四项原则 就是五项原则 后路小费也好 当时的毛也好 他们这一定是那么审认的 这个里头它有较劲的 在经济上较劲 看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 那第二次冷战呢 它是一个残斗 就是中共已经赚到资本尼正义 1992年邓小编的南巡 其实它已经 按照刘源的话讲 是卷席不投降 就是把过程主义这个经济 国家社会这个区域给卷起来了 然后就是换了一个说法 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它是全面的引入这个市场机制 但是同时又维护共产党领导 就是变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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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杂交就是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杂交 杂交是中国现在这么一个怪物出来 那么这个这个里头呢 因为我刚才讲过 因为它一旦放船让利 它就会激发中国民间的创造力 中国这个经济就借这个机会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因为他当时是刚才提到 就接住了传奇化的力量 是个国际上的这个资金技术 都把中国当成一个挖地 市场挖地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意思 资金技术的大转 就是在把中国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很快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几十年 在讲中国变成世界工厂 就是个制造业都搬到中国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 这几十年真正在经济领异 出现的问题 是这样发生的情况 变化呢 因为我们都都叫 叫波角改革 就是中国本身它维持一党专政的这个政治荒架 然后就带过来 就在国内就是整个结构性的败 生态底盘破裂 整个这个资源枯竭 整个这个社会极度的不公 缺失公平正义 两极分化 诸如实类的问题 就是我讲这个这个 这个资金平 资金平刚才那个报告无始 就是他根本没有反省能力 也没有反思的精神 来去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在创造出一个 以共产暴政 以和市场经济 相杂交的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出来 来挑战世界 所以现在的冷战就变成 主要是在经济领域里头交手 就较量 冷战不是说将会开始 其实我的概念是这个冷战一直在进行 如果说以前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中国单方面的战争 他在用那种方式来去挑战 这个自由民主秩序 那么现在西方的一些有视知识 撼到了中国这个邪恶目的 或者它的这个整个本质 或者随着他们原来的这个engagement 就是原来的结束政策 因为这个结束政策在国内 有时候讲的很别扭 什么都结束 因为这个结束政策 它是有历史的渊源 就是八九之后 东西方西方对中国进行禁运 就不跟中国进行结束 所以后来是到赫林顿时期 就是把这个人权和贸易扯开了 就像中共赢了一局 就是这个把两个解扣 把人权问题和贸易分开 就是这个不时时代的engagement 就变成后来的交好 所以我说这个engagement 如果按照中国语言的本意来去翻译 应该变成交好 而不是结束 就是engagement 那么现在这个几十年 在西方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它失败了 就是原来说给中国加持WTO 加入这个世界大循环 它会变得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开放 可是它的是相反的结果出来了 它赚到钱了 老子兜里有钱 反而止高气昂 傲慢无比 来去挑战西方 未来变得更加蛮横 来去挑战普世价值 挑战这个自由民主秩序 所以现在西方其实是一个智慧战 一个反击或者是一个反攻 所以这个是应该用这种框架来看 现在冷战这个概念 冯教授说 川普与习近平有可能就贸易争端 达成协议 川普是一个商人总统 聚重商业利益 但彭斯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家 冯教授认为 中美冷战不再是二战后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 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 而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对抗上 可谓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可以说中美冷战 是二战后冷战的延续 或者说中国与西方文明世界的冷战 从未结束